烏魚切塊熱油炸的酥脆金黃 放到熱乎乎麵線上 進入冬天這一味最對味 或把烏魚子用高粱 烤得表面恰恰起泡 咬一口外層酥 裡頭好像麥芽糖 有點黏又不會太黏 海味滿滿 烏魚子的吃法還有這一種 橢圓形烏魚子 拌圓形烏魚子 透明如琥珀寶石般 外層上了一圈金環 這個是高檔的地中海蜜辣烏魚子 把野生的烏魚子 放進山中採回的蜂巢蜜辣中 來回二十多次才能完整包覆 這等於幫烏魚子補充 價格高了好幾倍 蜜辣然後把它裹在我們的 生的烏魚子 有研製過 但它是生的烏魚子的外層 讓它可以幫助它去做保存 加了烏魚子的金黃蛋捲 也很熱銷 鹹香口感搭配烘焙的淡奶味 還有日本客人特地來買 卻像魚 而又快到補烏魚的季節了 在高雄竭定金鸾宮 可是全台唯一會抽烏魚弓籤 預測魚貨量的廟宇 今年的籤詩 三元會葛齊亮 夫妻相會 陳東朱季梅 趙子龍 舊阿斗 都是預測今年會有魚 但可能有風浪 還須努力尋找 在海面尋找這些烏魚的話 就像夫妻失散一樣的 然後一定要尋找 不屋於黑金 雖然沒有像過去陣仗如此大 但長久以來的習俗變成文化傳承 期盼媽祖娘娘的簽詩是祝福 今年友好兆頭 羽獲滿滿 三十元宣傳紅車上 古不仙高雄報導